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灵异事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客厅画像的眨眼邀请 2.地毯下的古老泥南 3.厕所里的幽灵绅士 内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客厅画像的眨眼邀请 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客厅里的画像 他们似乎在向我们眨眼示意 邀请我们进入一个静止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故事和秘密 首先 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古老的客厅 墙上挂住一幅古典画像 画中的人物穿着华丽的服装 眼神深邃 彭扶随时会从画框中走出来与你对话 这时 你突然注意到 当你移动视线时 画中人物的眼睛似乎也在跟随你的视线移动 这就是所谓的眨眼邀请 一种错觉 让人觉得画像中的人物是活的 这种效果其实是画家的巧妙技巧 他们利用光影和透视的原理 创造出一种错觉 让人物的眼睛看起来 好像随时都在注视着观赏者 这种技术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 大师们如达芬奇和拉斐尔都曾运用过 但是 有时候这种眨眼邀请会变得有点诡异 想象一下 你在午夜十分多自在客厅 那幅画像的眼睛似乎在黑暗中闪烁 彭扶在告诉你 嘿 别害怕 我只是一幅画 但谁知道呢 也许我会在你转身的瞬间跳出来 这时 你可能会开始怀疑 这幅画是不是真的只是一幅画 还是藏住什么秘密 当然 这些都是人们对艺术品的想象和创造 实际上 画像的眨眼 邀请只是画家技巧和观赏者心理作用的结合 但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它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丝神秘和乐趣 所以 下次当你在客厅看到那幅画像时 不妨对他眨眨眼 看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毕竟 艺术是一种沟通 即使是与一幅静止的画像之间的沟通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别忘了 如果画像真的眨眼回应了 那你可能需要考虑换一幅画了 或者是找一位心理医生聊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地毯下的古老尼南 当然 我很乐意带您走进地毯下的古老世界 那里藏着比阿拉丁的神灯更多的秘密和故事 首先 让我们把时间的地毯边角掀起一小角 地毯 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具用品 实际上是一块编织着历史与文化的神奇之物 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的波斯帝国 那时候的地毯不仅仅是为了保暖 更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想象一下 波斯国王脚下那些精美的地毯 每一根线都像是它的臣民 细心地编织着它的荣耀和权利 但地毯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 它们还是古代社交媒体的前身 是的 你没听错 在没有Instagram或Twitter的年代 人们通过地毯上的图案和颜色来传递信息 一块地毯就像是一条推文 只不过它的字数限制 取决于编织者的耐心和记忆 比如 某个图案可能代表着一个部落的标志 而颜色的选择则可能揭示了 制作地毯式的情感状态或社会地位 红色可能代表着力量和勇气 蓝色则是宁静和智慧 所以 下次你踩在一块地毯上时 记得 你可能正站在一个古老的推文上 而且 地毯还有它们自己的社交生活 想象一下 如果地毯能说话 它们会分享什么样的故事 可能是关于那些 在它们上面跳舞的王子和公主的秘密恋情 或者是关于那些在它们上面签署的 重要和平条约的幕后故事 不过 地毯的生活并不总是光鲜亮丽的 有时候 它们也会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默默承受着战争和破坏的痕迹 有些地毯甚至被埋藏在地下数百年 直到某个幸运的考古学家 或者不小心的建筑工人发现它们 它们才有机会重新讲述它们的故事 最后 如果你以为地毯只是用来装饰房间的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在某些文化中 地毯被认为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就像阿拉丁中的飞毯 它们可以带领你飞越现实的束缚 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奇迹的世界 所以 下次当你不经意间 踏上一块地毯时 不妨低头 聆听那些被编织在其中的古老呢喃 谁知道 也许你的脚下正藏着一个未被发现的故事 等待着有心人去探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厕所里的幽灵绅士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 可能会让你们 在下次独自去厕所时 多留个心眼 那就是关于厕所里的幽灵绅士的传说 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和都市传说中 厕所似乎是各种鬼怪喜欢出没的地方 但别担心 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位幽灵绅士 虽然住在厕所 却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存在 在日本 有一种叫做 花子的厕所幽灵 据说是一位在学校厕所里 自杀的学生的灵魂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花子 而是她的西方表情 厕所里的幽灵绅士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古老的英国酒吧 或者城堡的厕所里 忽然听到隔壁格子里 有人轻声细语 礼貌地问 对不起 您能递给我一卷卫生纸吗 你回头一看 却发现隔壁根本就是空的 这位幽灵绅士 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人交流的 这个故事背后可能有多种解释 一种可能是 这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体现 反映了人们对于维多利亚时代 那种刻板礼仪的怀旧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 这个故事 反映了人们对于私密空间 如厕所 被侵犯的恐惧 毕竟厕所是我们最为脆弱的地方之一 如果连这里都不安全 那么哪里还能安全呢 不过 如果你真的在厕所 遇到了这位幽灵绅士 也不必过于恐慌 据说 他除了偶尔向人索要卫生纸外 并不会做出其他超出礼节的行为 他甚至可能会在你忘记冲水时 友好的提醒你别忘了冲厕所 这样的幽灵 说实话 比起一些活生生的人类 可能还要让人感到更加舒心呢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厕所里听到奇怪的声音 或许可以优雅地回应一句 不好意思 绅士 这里是资助服务 请自行解决 这样 你不仅展现了你的幽默感 还能和一个 可能存在几百年的幽灵绅士 保持了良好的社交距离 毕竟 无论是人是鬼 礼貌和尊重永远不会过世 好吧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 客厅画像的眨眼邀请 地毯下的古老泥男 和厕所里的幽灵绅士 这些故事都散发着一股神秘和幽默的气息 让我们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力 通过客厅画像的眨眼邀请 我们体会到了艺术的魅力和力量 那些看似静止的画像 实际上蕴含着画家的技巧和观赏者的想象力 它们让我们能够与虚拟的世界沟通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地毯下的古老泥男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丽和装饰 更是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那些编织着故事和信息的地毯 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 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它们是一个无声的见证者 记录着人类的兴衰和变迁 最后 我们聊到了厕所里的幽灵绅士 虽然听起来有些可怕 但实际上 这些幽灵绅士却是非常有礼貌和友善的存在 它们或许只是对我们的注意和尊重的回应 让我们在最私密的空间里 感受到一丝安全和舒适 总的来说 这些故事都散发着一种奇幻和轻松的氛围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乐趣和神秘感 不管是艺术作品 家居用品 还是厕所里的传说 它们都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 所以 让我们保持好奇心 继续探索和发现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吧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或者听说过其他有趣的家居传说 快来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